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環球看點 今天是美東時間3月29日星期五 這期給您帶來的最新消息內容有 俄羅斯末日戰車現身 克里米亞大橋成了擺設 國際商業大佬前腳剛走 中共國安部就呼籲民眾揭發外國間諜 中共秘密文件被曝光 加拿大聽證會揭露中共的操縱手段 台灣海軍司令唐華將訪問美國 加強與美國的海上合作 在節目開始之前我們要和大家分享一位 來自美國加州謝女士的真實故事 謝女士因為跌倒受傷 多年來一直忍受著膝蓋的疼痛 但是在她使用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事情就發生了變化 我們先來聽聽謝女士的親身體驗 不僅如此她的夜間睡眠品質也有了顯著的改善 終於擺脫了多年來的晚上尿品的問題 謝女士的經歷也在提醒我們 無論面對怎樣的健康挑戰時 總會有解決的辦法 如果您或者家人也正在經歷著類似的情況 不妨試一下三高代謝寶 更多的詳情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 如果您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網站上留言提問 專家會為您解答 但需要提醒您的是 每款產品的使用結果都會因人而異 所以我們鼓勵您在嘗試任何新的食療產品之前 諮詢專業的醫療人士 烏克蘭空軍司令奧列舒克中將證實 在29日的早上 烏克蘭空中保衛者擊退了俄羅斯的多次空襲 烏克蘭的天空保衛者 一共是擊落了99個來襲目標當中的84個 在俄烏戰場上 居然出現了俄羅斯的末日戰車 被外界懷疑俄軍事損失慘重 沒有了新的戰車補充 在烏克蘭的打擊下 俄軍也不敢再使用克里米亞大橋運送武器彈藥 這樣就使克里米亞大橋成了一個擺設 另外 還有一架俄羅斯軍機 疑似是遭到了自己的誤擊 墜入了克里米亞海域 據烏克蘭3月29日的戰報顯示 俄軍有8輛坦克、27輛裝甲車、6套防空系統 50輛後勤補給車輛和7套特殊裝備被摧毀 另外 俄軍在烏克蘭東部的局部進攻中 傳出使用了一種極為罕見的裝甲指揮車 據說這種戰車原本是設計用在核戰爭環境當中 運送蘇聯高官的末日戰車 日前烏克蘭第63機械化旅 在Telegram上發布了一段影片 顯示一架自殺式無人機 在盾內茨克地區利曼附近 襲擊了一輛俄羅斯的拉多加戰車 可以看到無人機是從後方接近拉多加 然後畫面在爆炸的瞬間中斷 德國之聲報導說 拉多加是1970年代末期研發的 T80主戰坦克的變形車 履帶式的車輛設計 是為了應對可能的高核污染、化學污染 或者是生物污染環境 所以又被稱為是末日戰車 當時傳出是只生產了4到5輛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拉多加將負責把克里姆林宮的高官 運送到安全地帶 這款車還配備外部攝像頭 內部空間也可以寬鬆的容納4人 還裝有軟電座椅、通訊設備 製供養系統和測量環境參數的儀器 俄軍在烏克蘭使用這種過時的 蘇聯制軍用車輛外媒猜測認為 是克里姆林宮沒有辦法用新的戰車 來彌補前線高昂的損失 報導推測說 拉多加可能是在戰區充當運兵車用的 另外 烏軍對克里米亞大橋發動的攻勢 已經成功擾亂了俄羅斯軍隊的武器流通 俄軍已經不再使用克里米亞大橋 來補充佔領區的武器彈藥庫存 據新聞週刊的報導 長達12英里的克里米亞大橋 是連接俄羅斯的克拉斯諾達爾地區 和克里米亞半島之間的戰略要衝 這座大橋是在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半島之後 不久建造的 2018年俄羅斯總統普京親自為這座大橋揭幕 使這座大橋成為了烏克蘭鎖定的軍事目標 烏軍在兩年內多次轟炸了這座大橋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局長馬列克表示 在烏克蘭發動攻擊之前 每天都有多達46列的運載武器和彈藥的火車 會通過這座大橋 但現在每天只剩下五列火車通過 其中有四列是載客 另外一列是運送一般的消費品 馬列克說 敵人今天根本不再使用這座橋 來供應武器和破壞性的物資了 但他認為 一旦俄羅斯當局修復好這座大橋之後 也許會再次通過這座橋運送彈藥 目前烏克蘭正在積極地向德國遊說 試圖拿到金牛座遠程巡弋導彈 屆時將能夠更有效地鎖定克里米亞大橋 但令俄羅斯尷尬的是 俄羅斯政府扶植的克里米亞半島 塞凡堡市的市長拉茲沃茲哈耶夫證實 一架俄羅斯的軍機在28日墜海 據電報的群主克里米亞之風的報導 這是一架蘇-27戰鬥機 在塞瓦斯托波爾上空被擊落 公開的視頻可以看到 墜落的戰機就像是燃燒的落葉一樣在下墜 有消息說是俄羅斯的防空系統 擊落了自己的蘇-27戰鬥機 目前這個說法還沒有辦法得到證實 但網友已經調侃說 要給俄軍的防空系統點個讚 他們狠起來六親不認 而瑞典國防部正在考慮 向烏克蘭援助英師戰鬥機 3月28日瑞典國防部長瓊森 在斯德哥爾摩表示 瑞典不排除向烏克蘭提供 英師戰鬥機的可能性 審議正在進行當中 瑞典一直對供應噴氣式飛機是猶豫不決 強調它自己首先要加入北約 然後才能考慮這個選擇 瑞典在3月7日成功的加入了北約 為英師戰鬥機的轉讓打開了大門 隨著烏克蘭面臨著日益嚴重的彈藥短缺 歐洲盟國一直在尋求填補美國援助減少所留下的缺口 瑞典也一直在用自己和歐盟的資金 來生產烏克蘭急需的155毫米的炮彈 令普京更加頭疼的是在比爾 和庫爾斯克連續戰鬥的反普京軍團 目前普京當局無法重新控制被起役軍佔領的地區 莫斯科派出的部隊也沒有擊退這些軍團 目前被起役軍佔領的俄羅斯的領土面積 已經達到200平方公里 反普京軍團由多個軍事組織組成 當中包括由俄羅斯移民和俄軍起役士兵組成的俄羅斯自由軍團 他有兩個營至少2000名的士兵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俄國軍隊裡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 並擁有烏克蘭提供的裝甲 火炮和直升機 他們在哈爾科夫地區是完成了訓練 俄羅斯自由軍團表示 他們有解放俄羅斯全境的欲望 這個自由軍團的成員巴拉諾夫斯基證實 進軍莫斯科將是一項長期的策略 還強調這是戰略性的任務 這樣的戰役遲早會發生 這也是他們開始行動的原因 為了讓國際企業繼續投資中國的經濟發展 中共是邀請了全球商界的領袖 和跨國企業的高管們匯集在北京 而黨魁習近平更是親自接見 秀出繼續開放的姿態 試圖安撫外企高管們的不信任情緒 然而商界大佬們前腳剛走 第二天28日 中共國安部就發布了一個微電影 要中國的民眾警惕所謂的境外間諜情報機關 以調查諮詢活動為掩護 竊取中國重點領域的資訊 對國家安全構成重大風險隱患等等 中共國安部微信公眾號以警惕 隱密的調查暗藏國家安全風險為題 發布了一部全長8分多鐘的微電影 在影片中 官方調查諮詢公司 以協助中國公司在海外上市為由 引誘這家公司的人員回答涉密問題 超範圍查詢涉密資料 還有拍攝核心產品涉密檔案 然後就說 凡是這種情況 實際上都是要獲取核心資料和國家秘密 中共國安部還聲稱 這些資訊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 進行綜合的分析 就能夠反映出中國經濟的運行狀況 國防軍事等重要情況 是境外間諜情報機構想要得到的重要目標 國安部還斷言說 這是為境外勢力遏制打壓中國優勢產業充當黑手 為境外對中國重要領域的情報竊取 以及滲透策反充當幫兇 最後國安部還不忘以反間諜法 和涉外調查管理辦法警告中國民眾 一旦發現可疑的情況 應該立即撥打電話舉報揭發 對此 加拿大華裔作家聖學表示 習近平很清楚現在中國經濟需要有外資 需要有國際的貿易 他也想要 可是他又要讓中國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 國家恐怖主義政權 於是方方面面制定了自相矛盾 自相對立的政策 而且下面在去揣摩上面的政策的過程當中 想要拼命地去表現 拼命地越來越激進 只有這樣 他們在中央權力的系統當中 才能保護自己的位子和利益 所以中共的整個系統 現在確實是出現了一個 看起來非常滑稽的景象 一方面 一再地要求國際社會要對中國的環境放心 邀請他們投資 另一方面 所有的政策都是越來越極端 他的間諜法 愛國主義教育法等等 都是一些非常難以界定邊緣 非常容易地 就被隨手用來扣帽子的東西 聲訊還指出 外商不管多想在中國市場賺取利潤 他們個人的安危 都必須放在首位來考慮的 所以他們想從習近平那裡 得到一個肯定的 滿意的 有保障的答覆 這本身就非常無知和可笑 因為中共的這種政治環境 這樣的一種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權 他就不可能給任何人一個安全的保證 包括習近平自己 他為什麼會給這些外商保證呢 他還說 很多人一看中國這個景象 這樣的政府政策 然後再看到整體上的這個環境的變化 那麼事實就是 外資 外企和外籍人士都會繼續從中國大量離開 在最近幾天 中共連續發出炸彈威脅和恐嚇信 試圖阻撓美國神韻藝術團的演出 還利用海外的媒體撰寫報導計劃攻擊神韻 把這種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持續在海外進行延伸 但是民主國家看不下去了 加拿大國會在27日 舉行了外國干預聽證會 在會上就揭示了中共代理人操縱加拿大政客 對法輪功修煉者進行人身和言語攻擊 還通過媒體散播中共 針對法輪功煽動仇恨的言論 在當天 加拿大國會外國干預聽證會 首先是聽取了被外國代理人 和跨國迫害廣泛針對的社區團體代表的證詞 其中 法輪功修煉者沃倫薩克表示 有一次 加拿大奇景因為有國會議員投訴 收到了冒充法輪功學員的電子郵件 就聯繫到了他 他說 中共通過代理人 在加拿大針對法輪功群體 發起了廣泛的外國干涉和鎮壓 證詞中還揭露了中共 控制加拿大的中文媒體 對法輪功進行造謠和污蔑 有時 加拿大的媒體被誤導 也跟隨著中共的污蔑言論進行報導 法輪功團體 就對媒體進行澄清和抗議之後 情況有所改善 但是很多的中文媒體仍然是大多數被中共控制 之前海外媒體大紀元 曾獲得了一份中共河南省委辦公廳 2017年的內部文件 內容中就明確地要求中共的特務 在海內外蒐集法輪功的相關情報 緊緊地盯住法輪功總部基地 組織打擊和離間分化 為中共所謂的鬥爭大局所服務 在同一份文件中 還要求發動美國等西方國家有較大影響力的記者等等 爭取讓境外媒體發出更多對中共有利的聲音 專家還指出 在最近幾年 少數的西方媒體明顯的是協同中共作業 步調一致地攻擊法輪功或神韻藝術團 報導的口吻和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機構610辦公室一致 包括最近半年來 《紐約時報》正在蓄意的策劃攻擊神韻的報導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表示 就像有人長期的在系統的在收集這個消息 然後提供給這些媒體 只有一個地方可能會收集到這樣的這麼全面的消息 那就是610辦公室 而且是中央級的 只有他們能提供這種消息和這種思路 而這些媒體或者是一些平臺 他為什麼自己願意這麼做呢 就是因為他們想要打入中國市場 在最近兩週 美國神韻藝術團總部龍泉寺和神韻演出的劇院 連續收到了中共特務的炸彈威脅 在3月26日 龍泉寺還收到了中共和它的特務發出的大規模槍擊的恐嚇信 還有勒索5800萬美元巨款的勒索信 中共這種卑劣的手段被曝光之後 引發了美國社會和各界的譴責 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介入調查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表示 我們譴責任何國家實施的任何形勢的跨國鎮壓行為 台灣海軍司令唐華將在下週到美國進行非正式訪問 除了會出席軍事相關的典禮活動 也將與美國就強化美台海上合作相關的議題進行討論 路透社報導說 根據6名聽取了這次行程簡報的人士的說法 唐華下週將前往美國印太司令部的所在地夏威夷 出席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交接儀式 而且在夏威夷的行程之後 將於4月8日到10日出席在華府近郊舉行的海空暨太空研討會 有可能與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弗蘭切帝會面 報導還提到 由於美台之間自1979年之後 並沒有正式的外交或軍事合作的關係 所以雖然台美關係非常密切 但卻都是非官方的 在近年來 中共的軍事力量不斷擴張 包括在核動力潛艦和航艦等系統方面都陸續形成戰力 對台海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臺灣為了應對這種威脅 展開了潛艦國造等國防自主計劃 進而強化了維護國土安全的能力 這期的環球看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下次節目再見